今天炖黄芪红参鸽子汤 一鸽剩酒鸡 鸽子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 鸽子和补气的黄芪 大补气血的红参一起 非常适合平常稍微运动一下 就气喘喘 脸色苍白 没精神 记忆力减退的人喝 新鲜的鸽子不用焯水 鸽子的血更薄 我妈给买的超大片红参 补气的黄芪 去喝的红枣 起子 姜屈芯 适量的水 大火煮开后 转小火炖两小时 出锅加盐调味即可 炖好了 女生姨妈气候 非常适合喝这个汤 特别是手脚冰凉的 月经有结块的女生 因为鸽子肉可以活血去淤 滋补养颜 快点记下包起来吧 给你喝了